不能靠近 可臭 就这个村子啊 一年能排出四个黑西湖 马平说着讲 这里不一样 去年五月份啊 一张这个招空启示 出现在杭州临平区的新宇村 这个村啊 就在那个金杭大运河的边上 这启示上有两个大奏 不像年龄 会包莲子儿 他就行 小老板洪志浩 第二天一开门 火啊 足足来了 百事后人站在门口啊 而且轻衣骰 都是什么 老奶奶 这一打听啊 年纪最大的81岁 最小的也有63岁 哎呦老奶奶 你会包莲子儿吗 会 这小洪大手一挥 全都录用 这小洪啊 三十出头 海归 曾经在银行工作 那现在开始卖莲子 这话还得从头说起 小洪的老家啊 在杭州的这个西南角 叫建德市 这儿有个村子叫李叶 就李外的李 树叶的叶子 有个特产叫李叶白莲 早在南宋时期啊 这李叶莲啊 就是给皇上进贡贡品 2016年的杭州 G20峰会上 一道名为李叶莲子的点心 就出现在国宴上 2014年 小洪他爸老洪 他就琢磨着 说你说这个莲子这个味道啊 它能不能再甜一点 那能不能大家都吃上 那个新鲜的莲子 因为这个莲子啊 它一般都吃是干的 偏苦偏色 它是去活的 老洪想到这儿 说干就干 那就走南闯北啊 什么湖北啊 湖南啊 福建啊 台湾啊 东南亚 只要是盛产莲子的地方 它都跑了个遍 那为什么 要找那甜味的莲子 正所谓是 京城所至近视为开啊 这两年之后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荷花的野生杂交品种 那么这种荷花产出莲子 那个莲芯的啊 连那个莲芯呢 都是清爽 甜的 好嘞 这万事俱备 只见东风啊 就差一轮块 好的水糖 种这样的荷花 老洪就把小洪的叫过来 过来过来过来儿子 交给你个任务 给我找一片好水糖 咱们好好种种这个果味的莲慈 那在杭州城的另一角 西北角 有个老李正在犯愁 老李都这个村子啊 就在大运河的边上 七八年前啊 这个村呢 还是浙江赫赫有名的黑鱼村 黑鱼大家吃过了 味老鲜美 但性格凶猛 这黑鱼是杭州人啊 浙江人 这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副 美味 但是黑鱼啊 它吃腐肉 或者动骨内脏 或者把那小鱼 给搅成个肉酱 肉泥扔在池塘里 所以您就想想 那荷塘应该是多美的 但是不能靠近 它臭 就这个村子啊 一年能排出四个黑西湖 哎呦臭气熏天啊 臭到什么程度 连这老鲜 他身上一年四季的怪味 连他自己亲孙女 都不愿挨着自己的爷爷 有一年啊 高温四十多度 好多鱼就死了 房子吃汤里就更臭了 这老鲜和养殖黑鱼 这村民们都损失惨重 2015年 黑鱼之乡 全面禁养黑鱼 那么黑鱼时代就宣告结束了 这眼看着周遭的乡亲们 都转行了 开始卖藕粉了 这老李子想的 哎 我就和别人不一样 你们卖藕粉 我卖藕袋 他一口气就承包了五十亩的核糖 说这个藕袋啊 就藕的那个嫩芽 白白的细长条 这藕呢比较粗大 这个藕袋啊就非常细 很嫩 那么这藕袋等它膨胀 长大以后 它就是藕了嘛 所以它就是年轻手的藕 这藕袋啊可以清炒 可以泡菜 味道是清甜鲜 它问题就是藕袋 它这种水生蔬菜啊 就在那个时代十多年前啊 这个在四川 湖南 湖北 江西等地 大家觉得很好吃 非常常销 但到了江苏 浙江 上海 大家还没有一个 就是吃这个藕袋的习惯 那您说您要把这个藕袋 从浙江种好了 再带到湖南和湖北 就好像是把焦做的没卖的 山西卖的大统一样 它没有竞争优势 就这么有事了几年 这老李这个毒癖西境法 就黄了 那您不能总是每天 就坐在那看着荷塘月色啊 它不来钱啊 有天晚上 这老李就坐在运河边上 看着自己的荷塘啊 抽了烟 抽云惨雾啊 就看着这个荷塘啊 嘿 这不理书吗 这老李一抬头 又老远走了三十来岁的一个小伙子 小胖子向他走过来了 谁啊 您猜猜这是谁 那么接下来 新宇村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咱们明天 接着聊 好 各位 如果您要喜欢我今天的故事 请点赞 关注 评论 订阅 明天 接着聊 新宇村 小红 和老李的故事